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人类能做的只有等待死亡的降临 据西该言论一经证实引起网友的热议不断 霍金在接受采访时说 人类2032年会灭亡 2032年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届时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将不复存在 地球上的生物也将消失殆尽 霍金语言可谓是一语惊破众人 他的一番言论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感到惶恐不安 毕竟地球毁灭可不是闹着玩的 更不是嘴上说说那么轻松 近日南瑟宣布 最近观测到了一颗直径约为410米的危险小行星 该小行星有63000分之一的可能性 在2032年8月26号和地球发生相撞 这概率已经相当高了 因为相比较而言 购买超级百万彩票中投奖的概率 也仅有1.76亿分之一而已 这颗代号为2013TV135的小行星的危险程度 已被天文学家们定为杜林危险指数一级 它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颗被评定为对地球危险程度高达一级的小行星之一 科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防御杀手小行星的方法 美国NASA拨款出资 专门研究太空撞击装置或核爆炸 是否可以转移杀手小行星的轨迹的问题 若小行星撞击地球 那么用核爆炸来使其轨道发生偏移的方法将可以发挥作用 但如果距离撞击时间少于10年 那么用核爆小行星的方法将无法有效偏移小行星轨道 不过核爆炸仍然可以将小行星炸得更小一些 避免地球遭遇更加严重的破坏